到了春天你还失眠 而且还不知道怎么调才好 那你就看看自己的舌头 今天沈医生教你们看舌用药 彻底斩断失眠的根 从此一觉睡到大天亮 前段有个粉丝找我说 现在别人都在犯困打瞌睡 就他还失眠 吃那些养心助眠 比如龟皮丸之类的药也没啥用 我就让他拍了一个舌相给我 大家可以看到 他舌苔薄 微微发黄 并且舌尖的地方明显比其他地方红 这舌尖属于心躯 他舌尖红说明他心火旺 在中医上想睡好 你心神得安定 但现在心火那么大 心神被烧着 怎么安稳呢 所以睡不着是很正常的 另外像他这种心火旺的人 平时还会出现心理烦躁 嘴里发渴 以及小便颜色发黄 容易得口腔溃疡的情况 那这种人想调失眠 肯定不能用龟皮丸 因为龟皮丸这个药是补气血的 你本来就有火 越补火肯定越大 这是该做的就是清心火 心火灭了 心神才能安定 所以得用天王补心丹来调理 那什么时候可以用龟皮丸呢 我们看下面这个舌像 我们可以看到这舌中脾胃区 还有舌尖区的地方都是凹陷的 一眼看上去舌头颜色不红 有点淡白 这就是因为脾胃虚 气血生成不足了 那气血不能想上滋养舌面 舌头颜色肯定不红 再加上气血不能滋养心神 所以也容易失眠 当然了 可能有的人舌头两边容易出现齿痕 不过情况都是差不多的 这种舌像的人不仅失眠 而且梦多还容易在半夜醒 然后平时就会觉得身上没劲 什么都没干都很累 容易出现头晕心慌的情况 这时候龟皮丸才是对症的 因为龟皮丸是补心脾 养气血 安心神的 所以你要是这种舌像 症状也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那你就可以用龟皮丸来调理 反正这失眠的种类挺多的 你用药前肯定要先弄清楚 自己属于哪一种 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